以救人为宗旨的医院怎么会变成生人目尽的不祥之地 为救病患意外丧生的医生和护士是否仍心无不甘 这间规模不小的幽然医院救人无处 却因为值班护士无心的意外引发大火 弱大的医院一片火海意外呛死了数名病患 也意外烧死了为救病患而丧生的医生和护士 杨坚未了的心愿能在阴间得以偿还吗 这间令火灾而崩溃的医院会不会仍旧在阴间继续为病人服务 继续尽医师为了不质责 已经往生的医师不时托梦给母亲 请她准备医疗器材和药品烧给她 好让她继续在阴间为病患服务 这名镜中职守的医师是不是仍在这废弃的医院继续行医 继续照顾着她的病患呢 究竟艾米和婷婷今天可不可以和这位医师感应到 她们又会遭受怎么样的挫折与危机呢 请观赏灵异最前线之幽灭的诊所 什么东西啊 白色的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上面有個牆壞嗎? 什麼啦? 好像是木板的聲音耶 不要啊 我哭了,我哭了 我哭了 天干物燥,小心火燭 而且現在正好就是暑假期間 而且又很熱 對,很多人會去外面澆油、烤肉、露營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子的這種機會下 很多人因為經驗不足 肉完了以後火沒有完全熄掉 或者是煙地隨便亂丟 造成了很多那種公共的災害 比如火燒山啦 或者是一些引起不必要的火災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些 比如說藉由這些火災事後 然後造成一些傷害 其實像之前 台灣 對,大火 還有宜蘭的火燒音樂 我們有去探索那個 音樂整個被燒掉 你看裡面的病患 跑都跑不掉 多慘 對不對? 好,這一次這個地方 值得大家提出來 稍稍討論的就是說 在故事裡面說 有一個人死掉了以後 結果呢 隔了沒多久 又脫夢回來了 然後呢 想要向他的家人 去藥裡面醫藥器材 希望燒給他 讓他在陰間 能夠繼續當醫生 老師 真的有人死後 會回魂這樣的事情嗎? 一定會回魂啦 那只是說 一般來說的話 通常他就是分作 每七天他會回來一次 那然後回來之後呢 他的這個所謂的七破 也會一破一破 陸陸續續的消失 所以一般 為什麼他要做足 這個所謂的七七四十九天 他認為到了滿四十九天以後 他的破已經全部消散之後 他就不太可能再活過來 像我聽說過一個真人真事啊 就是像他 他就是也是 人家宣判他死了嘛 可是他回來之後 他屍體其實已經被燒掉了 他就到那個一個女孩子 已經快死的女孩子身上 去覆他的身 然後他常常回來找他們家裡的人 然後你有聽過嗎 我知道 他找他們家裡的人 可是沒有人相信 後來他就把他之前幾十年的 點點滴滴啊什麼什麼 秘密通通講出來 才相信那是他的親人 所以其實有一句話 那是姓朱的小姐嗎 那個小姐還 目前還活著 還活著 有一個好像在金門 對不對 金門又一個 他還是入在別人的身體裡面 繼續存活下來 對 各位觀眾今天您最近來到這個地方 是一個綜合的診所 那這是屬於地方上 應該算是滿大的 算是他們地方上滿大的醫院 那聽說當初廢棄的 是因為可災的原因 那我們先走進來看看 已經廢棄的診所 除了剩下的平衡罐罐 還存在著什麼 傳說中仍在應間行醫的醫生 也存在這個空間中 繼續服務著他的病患嗎 那還有急診啊什麼的 對 就分別 木頭的聲音 他們這邊幾乎都是用木頭 蓋起來的對不對 所以火燒馬上就燒了 因為都易燃物 對 而且當初也是因為火災的原因 所以讓這個整個診所都廢棄掉 我們走進去看看好了 看看可不可以走進去 欸 等一下 有 小心一點 這邊是診察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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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看這是 天的 這是通 對 這是我們剛剛啊 就是在外面看到的啊 他們掛號的地方 掛號的 領藥的地方 對 而且你看喔 這邊 還有那種藥包 有沒有 藥罐啊都在這裡 對啊 有些其實都沒有帶走了 不好意思 但是他們其實病人的資料 幾乎都拿走了 對不對 病人的資料幾乎好像都帶走了 Amy在已成廢墟的診所 會有不同於以往的體驗嗎 是不是放藥的 應該 是放藥的嗎 還是 還是說放資料 你看 資料嗎 它這邊有寫幾號幾號 那是不是說 比如說 什麼幾字化的病人的病例表 就這樣放著 是不是 我不知道 這樣蠻難算的吧 十字化 對啊 但是這裡面看啊 又有個本質 醫師證明 對 對不起 看一下 不好意思 好 其實啊 它應該算是他們這個地方上算蠻大的醫院對不對 那時候應該算是很大的醫院 因為它這個有六樓 對啊 所以規模好像蠻大的 蠻大的 對不起 不好意思喔 今天看一下 它其實每個地方都好小 你有沒有聞到有藥味 嚇我一跳 嚇我一跳 有藥味對不對 有一股藥味 因為是醫院嘛 所以應該 藥味會很重 好重喔 真的很重的藥味啊 酒精才更嚴重 而且地上全部都是 那種 你看 這種 好像幫人家打針的 打針那個味道 酒精啊 什麼的 這邊會不會是 專門幫人家打針的地方 對啊 必須應該注射的地方 所以 這個針索 我包括連小朋友也會來 就是不只是說生病了也會來 還有打一些疫苗 或者是 健康檢查 什麼 對不起 這邊有個休息室 那醫院是被打完嗎 看一下 有嗎 感覺好像沒有耶 對不對 但是你看 小心 有啊 為什麼這個牆壁這樣子 就是很骯髒 然後好像是有油漬 真的這樣噴上去 是不是這邊是廚房 不是吧 這個是通往二樓耶 怎麼會是廚房 可是它外面又寫 這邊是休息室 對啊 所以可能 掛號的病人 會來這邊 就是等待吧 也許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 現在的診所 跟我們現在醫院 是不太 不太一樣 對 這邊有個門耶 看一下 好 打擾 滿是色墨物品的廢棄音樂 雖然才荒廢不著 卻顯得格外陰森 是因為這裡曾發生過大火的關係嗎 對不起 打擾了 好多蜘蛛師 其實這邊呢 聽說才幾個月前整個燒掉 聽說才燒了大概幾個月而已 而且這邊呢 當初我在的時候 它怎麼突然立起來 觀眾朋友 您看到了嗎 木頭竟然動了 讓我們再看一次 它怎麼突然立起來 剛剛這個盤子突然立起來 滿... 好重喔 非常重非常重 還是我們剛剛可能就弄到什麼 然後它... 才動到它的 好奇怪喔 而且你看 這個是... 生長的嗎 這是... 可是... 我覺得它應該是有一個儀器 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儀器 看一下 好像是那種 現在... 我覺得好像... 上面有壁虎 小心... 它還活在那 有人在笑 有沒有聽到 有人在笑 有沒有聽到啊 你知道其實這個診所 消掉之後啊 其實有醫生跟護士 還有幾個病人 在裡面死掉了 四、五個 好像有... 兩個是被熏死 還是被燒死 就是有些被嗆死 有些是被燒死 但是啊 他們說這邊其實還... 好像感覺好像是陰間陰怨一樣 好像還是有在營業的感覺 然後晚上都會聽到有人在裡面走動 不好意思 會不會就像我們剛剛聽到的 就是還有人在... 那種講話詩 那種陌生啊 不好意思 打擾了妳 這邊是他們的注射室 請... 那個碗剛剛動了一下 真的 這裡很妙 真的 好奇怪的一個地方 因為... 剛剛那個碗我記得明明是... 在那邊的 不知道耶 就動了... 剛剛動了一下 就聽到那個聲音 而且妳看... 他們的症素裡面有一堆像這樣子的東西 都一模一樣 劃在牆上 對... 等一下妳們聞到這邊 不好意思... 我剛剛不是把門開了嗎 它關起來了 對不起... 還是我們剛剛去動到 因為剛剛我們聞到一個好像... 注射的... 對...妳在打針的時候 就是有一股酒精味 還是... 藥味...藥水的味道 突然一個藥水位來之後 這個門就關起來了 對不起...看一下 開不開了... 要轉那個... 不斷傳來的刺鼻藥水位 是暗示在此往生的靈界朋友到處行走嗎 還是不信往生的醫生 真的在替靈界朋友醫病所產生的味道呢 就是那個起火的地方 好像聽說是在二樓起火 對...而且還聽說... 呀... 什麼東西啊...白色的 起火的地方 欸妳究竟看到了什麼 讓我們再看一次 呀... 什麼東西啊...白色的 起火的地方 觀眾朋友請你注意 有一道白色光影從螢幕上方爬過 這是靈界朋友的顯現嗎 螢幕上方的白色光影 是否就是我們今天所要尋找的靈界力量 什麼東西啊...白色的 什麼東西啊...白色的 燒一些那個註聽...就是... 註氣啊... 對...就是一些設備 醫療設備 他說他還要救人 還有很多人要他救 所以我們今天希望能夠找到那個醫生 對...我們希望跟他做更接近的那種靈界溝通 好...那我們趕快準備一下 不斷撲鼻而來的藥水位 和特殊的靈動現象 是往生醫生的顯現 還是有其他靈界朋友在此呢 還是主持人一時緊張反應過度 究竟這些徵兆想告訴尖兵什麼樣的訊息 傳說中起火點在二樓 又會有什麼新的未知的情況會發生 待會兒的探索畫面 將會觀眾一一解答 請小心一點喔 今天不要使用那個紅皮泡 因為那可能會引擾到 好...我知道了 小心... 明明天應該有... 熨いて聽問 好... 上次的應該就是 嗯... 非常非常有趣 你有沒有從來都沒有人找到 我感覺上就好像有點那種 開始有焦焦的那種 有火災的這種痕跡了 已經看不到隔間的那種感覺了 因為已經真的被燒的都是 你看一下火災那種現象的感覺 這個是火災的 拿到一股煙啊 你看這個地方燒的 這個牆壁燒的就是紫砖的感覺 這裡一片焦黑 臨界朋友是否在告訴我們不要太接近呢 你有看到一些什麼平常會的嗎 沒有 因為燒的很 就是已經看不到那種隔間的感覺了 因為我剛剛看到好像你右手邊有一個房間是不是 我不清楚這是一個房間還是一個診療室之類的 叫做藥台 你平常會還要看那些 譬如說那些譯物,醫療譯物肌 還有就是有什麼病床 可以來做一下検診 我不能感觉到它有任何的病床 因为它真的烧得蛮彻底的 那种可以感觉到隔间的感觉 但是已经不知道它是病床 还是说诊疗室之类的 探索已面目全非的医院 仅仅还会有什么更惊人的体验 广告之后马上为你解答 真的烧得蛮彻底的 那种可以感觉到隔间的感觉 但是已经不知道它是病床 还是说诊疗室之类的 对 没错 因为真的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 看不出来 而且它大部分这个整处里面 几乎隔间好像都是用木头隔间的 所以才会烧得这么厉害 这个好像是病床之类的东西 还可以感觉看到这个插座有没有 对 这个 这可能本来是一个隔间哦 就是病房的隔间 你不能说整疗室的隔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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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那种小型火从我那个 就是从头顶这样子打到我的头上 你小心也 因为天花板可能都被烧到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支撑 所以才会掉下来 你尽量步伐放轻一点 然后往三楼走 婷婷是遭受攻击 还是火灾后房子结构脆弱 往楼上继续探索的婷婷 是否可以体验更不为人知的神秘力量 这楼真的很潮湿 大家要小心点 因为屋顶上 顶上的血都一直滴下来 这一个楼层很清楚的感觉 当然是一间一间的整疗室 因为它这个墙面 刚刚没有伤害 庭三楼有病是病房吗 可以看到隔间 但是不清楚它是不是病房 是连病房也没有就对了 对 都看不到 就是一个一间一间那种房间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病房在里面 还是已经搬走了 还是烧成残骸也是清楚 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以闻到那种很重的药水味 还是就是一股医院的味道 可能这里是帮人家看诊 然后是观察的地方 这边困难不太大了 观众朋友 您注意到上方有一道光影吗 观众朋友 请您仔细注意画面中心 将会出现一道白影 再次出现的白影 是否就是网上的医师呢 我没有拿到你的东西换过去的 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啊 没有啊 这边有 所以觉得刚好有东西换过去 看不到那个白白的东西啊 刚刚在画了 我好像就忘了到底刚刚在画耶 那种电线 电线之类的啦 你有看到刚刚这一根东西在画吗 没有啊 原本就是密闭的空间 却有故隐故奇不停掉落 不断滚动 而且不时传来浓浓的刺鼻药水味 这些诡异的现象该如何解释 是婷婷闯入了他们的空间 还是婷婷不小心踩着了什么 什么 天气不好对不对 根本就不硬 有个人有那种水啊 那种毅体怪怪的 年年黑的毅体下来 因为之前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边火在现场嘛 所以他们就是可能当初来救火的时候啊 那有用水浇洗那些东西 所以它会有水滴滴下来吧 对 可是好像其实因为什么状况 只是觉得好像过了这么久 还有那种很重那种 医疗的 对那种设备那种重的那种药味 其实真的会有一点感觉说 它还在 就是它还存在 平常呢在鬼屋里面做搜寻的时候呢 或许只是因为鬼屋稍微旧一点啊 或者只是脏乱一点啊 气氛比较可怕 不过呢 今天你倒挺大胆 就是一个人就拿着手电筒 在一个完全那种 烧完了以后的那种废墟里面 对 你为什么感觉有这样的事情 很怕 真的很怕 就是 看不出来很怕 就没办法 鼓起勇气一定要上去 对啊 那老师 这样子来讲的话 是因为二楼有人 曾经 主要的起火地点在二楼 有人曾经在那边往生 所以呢 距离的现象比较重 还是说因为整个屋子 已经废弃了 那一般的灵界朋友 一楼反正也比较干净嘛 还是一楼会比较重 其实应该是二楼比较重啦 因为一楼的话 毕竟还是它 我们在讲空气的这个流动 煞气冲进来的地方 通常这种地方 它是比较属于动线上 通常这种地方它是比较属于动线上 通常上面一般来说的话 那就跟人一样 你不会站在这个地方 通常你会走在那个 比较冷啊比较角落的地方 所以它灵界朋友也是一样 它会在比较角落的地方 光线比较照不到的地方 那么这些地方呢 比较适合它在这个地方做停留 了解 二位有没有经常看我们的 葛华联听节目 有 敢看对不对 敢看是要跟朋友一起看 但是要跟朋友一起看 对 温柔感 OK 每一次像这样子的观众 或者是呢 他们灵异尖兵 在外景的地方呢 他必须要一个人待在那边 然后呢 伸手不见五指 光留一个DV在那边做感应 你们看了以后会觉得怎么样 会觉得他们很勇敢 杀死也不会出这种外景 吓死了 不可能落入陷阱当中 我原来以为他们说赶的话 然后我想说 那是不是下次安排他们 但是你知道吗 出外景可以瘦身哦 为什么可以瘦身 因为很小 很像能帮我全身一直瘤寒 真的 瘤寒 他们两个的这种体系 我想应该不需要瘦身了 我是在告诉他 因为他以前蛮胖的 对 因为以前很 对 好了 规划的影片呢 从这几次开始呢 我们在外景的地方呢 已经不再是那种 守住太多的方式 然后静静地坐在当地 等灵界朋友靠过来 我们会主动出击 寻求一些不同的感应方式 看看能不能跟灵界 做更紧密的接触 这次 灵异尖兵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做深层感应呢 赶快来看看 林志勤现在 幽冥诊所 因为刚刚其实 我们在整个搜寻的过程 不只是包括 一楼的诊所部分 还有婷婷 我们负责二楼跟三楼 那没什么特别的状况 对 只是说 真的它烧的是非常厉害 二楼跟三楼 那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 我们也请教过老师 有另外一种方法 在我们这个 这样子茫茫人海的搜寻当中呢 希望能够有一点点 就是 蛛丝马迹可以寻 所以在我手上呢 我们准备了就是 老师指导我们的这个灵白 所以这个灵白 它的作用是说 听说呢 只要这个灵白出现 就可以聚集所有的灵 我们可以问 有点像是 蝶仙那样子的意思 就是我们如果说想问它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借有这个灵白 那因为这上面这条红线 下面签了大概有十个的那种骨钱币 那我们可以问它问题 然后就是如果为它又转左转的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 你想要问什么都可以问 好 灵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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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我们这次 谷花里面的灵鱼最简介来到这个地方 是说这边这个医院里面呢 请您骚拾过一个 就是医生还有护士 那听说这个医生 好像还在这个地方行医 那我们现在找不到他的行风 请灵白给我们一点指示 那请问一下 这个医生是不是有存在这个空间里面 如果是的话 请灵白能向右 就是顺时针的方向 向右转谢谢 接着灵白直接和灵界沟通的Amy 是否可以和灵界朋友 有更深一层的感应 还是会发生什么突发状况 什么 广告后马上回来 我的音乐版的声音啊 请问一下 这个医生是不是有存在这个空间里面 如果是的话 请灵白能向右 就是顺时针的方向向右转 谢谢 如果有的话 如果这个医生还存在这个空间里面 甚至于连那些病患都还存在这里的话 请灵白能晃动的 这个顺时针的方向 晃动的大一点 让我们能够确定一下 有有真的有越来越大 我拿了我心跳好快喔 可怕喔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那我们现在下去那个地下一楼啊搜寻病房 那医生他们是正在 他是正在 我们会在一楼的就是地下室的一楼地方找到这位 就是传闻中还在行医的医生吗 他正在帮一些病患治疗吗 如果是的话 可怕 等一下 我们这样问的有点乱 好 等一下 不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问的太乱乱七八糟的 不好意思 他又停了 我们再一次好了 请问一下 灵白 不好意思 我们想要找到这位医生 那我们现在要往一楼去了 就是地下一楼的地方 如果呢 我们在地下一楼可以找到那位医生 请灵白 你向这个左手边 左手边 左手边转 逆时针的转 对 Oh my God 刚刚我说算是针 谢谢你 请你越晃越大 谢谢你 等一下 你快点 你快点 什么 什么 我看到了 在后面 怎么啦 你不要吓人啦 怎么办 我把东西撕掉 不好意思 在后面 这我看到在后面 在后面 对不起对不起 可是你快点 工作人员究竟是在后面 看到了什么 是工作人员眼花 还是网上的医师 在指引着我们 我刚刚吓到了 华妮 不好意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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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有看到是不是 我确定我有看到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也问了林柏 那林柏也说 其实在地下一楼的地方 我们可能可以找得到 我们就往下面走好了 你都在这里喔 地下一楼是什么 病房 是病房 不是二二三楼是病房吗 二三楼不是病房 是喔 对不起喔 打扰了喔 我有点怕欸 不好意思 我怕喔 我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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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你是好医生 不要笑我们好不好 这个医生是好人欸 因为他其实 他其实往生 他还是要救人 他还是要帮助病人 啊 啊 啊 他爭上来了 他爭上来了啦 这在里面 喔 哦 对不起 whoa 对不起我忘记了 忘记我们在露营 shortly下来了 刚才你听到那个脚步一声 对不起 你下去吧 对不起哦 那个医生我们知道你在这里 不好意思 一连串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 是要指引工作人员前进 还是在阻碍工作人员前进呢 检兵们遭遇如此明显的灵动现象 除了清楚表明来意外 也只能希望在此活动的临界朋友 不要误费了检兵们 怎么会再讲话 我会听到 而且是女生跟男生 会不会是那个护士跟那个医生啊 可是 他是好人耶 你不要这样笑我们吧 拜托哦 医生拜托拜托 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让我们达成今天的任务可以吗 拜托 我们出于好事 对不起 对不起哦 对不起哦 我明明知道你妈妈有来这边烧一些东西给你们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烧一些东西给你 不好意思 好可怕 我的手都一直在抖了 我手都一直在抖了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 不然我好忙哦 手术室看一下 人家说手术室是这里的吗 不好意思哦 打扰 不好意思哦 让我们看一下你们这个手术室 你看全部都是平平灌灌的那种身体食盐水 嗯 在这个里面 而且这里还是在冰水耶 蛮奇怪的 你看这边还有个动作 哎呦 好生啊 好像你们在走路耶 而且 就步伐很 沉重 慢慢的这样扣 对我们 可是 有那种 怪怪的 你看一下那柜子里面的手 看一下 不好意思哦 其实他手术室里面的很多很重要的东西都带走了 有啊 你看那个 这个玻璃柜怎么移动它啦 可是我只是看一下而已 好啊 我们用罩的 我们用罩 那个不用手摸 对不起哦 我们知道你很静着在这边一直在救人 然后直接 怕我乱动他的东西啦 这个是什么 红色的 好 药味好重哦 我真的很想让你们闻闻看那个味道真的 跟一般的那种医院里面那种药味 它是浓上十倍以上 而且它已经过这么久了 对啊 你看 还有这两个 不甘就此往生的医生护士 是否还有未实现的愿望遗留在人世间 他究竟想传达何种意念给奸兵们 是否仍是在阴间继续为病人服务进医生的职责 是不是我们这样的闯入已经威胁到灵界朋友的空间 还是我们阻碍了医生看病呢 难道是我们真的打扰到他们了吗 这边还有 不知道是什么啊 也是病房吗 你看 守处室旁边这样有两格伸上去的一个 对啊 什么啦 好像是木板的声音耶 你气到我 我的天啊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跳高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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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住很多很多的病患耶 这是比较普通的病房 等一下 怎么梅会这么重 好危险的味道 好臭喔 你看 他连 那个床 我们不要碰好了 连那个床都是那种好像踏踏你心的 好小喔 还有你们看 头上的天花板 好矮喔 怎么会住起来就很有药铺感 对不对 就是平民 比较那个一点的 就是大通铺 就是像一般那种 什么六个人住一起的那种普通病房 低收入的人住的 对啊 不好意思 小心 小心 而且你看他地下一楼其实病房不应该放在这里 我觉得 好有压没 我看真的怎么走啊 而且啊 我觉得 如果说住在这里的话 空气又这么不好 我觉得病都不会养好耶 住在这种地方 对啊 你看我都快撞到了 我觉得这边是不是真的不好 还是因为这边风水也不正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不过他们这边真的出了一个好医生 对不起 陈芳 等一下 怎么有那么重的药味 你看 不好意思 但是有這種藥味夾雜的那種 中風高耶 好不舒服喔 都好暈喔 而且你看我們要走進去的時候 一張病床正對我們 對不起打藥了 謝謝 讓我們看一下 我的天啊 那是嬰兒的照片 怎麼這樣子 你看雖然是孕婦的那種病床啊 可是我覺得住得太不舒服了 而且你看它裡面的 就有點像假層屋 好暈喔 到底Amy和婷婷看到了什麼 接下來又會發生什麼驚恐的靈異現象呢 不要走開 廣告後馬上回來 對不起… 我覺得住得太不舒服了 我覺得住得太不舒服了 而且你看它裡面的 就有點像假層屋 好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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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怎麼了 這是狗 這是狗 那狗的屍體耶 是什麼 狗啦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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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羊嘛 狗啦 什麼 那是狗啊 不敢看啊 而且剛剛有個東西飄出來耶 很恐怖耶 荒廢的產房怎麼會出現動物的屍體 是靈界朋友牽引過來一同陪葬的嗎 這不可思議的現象令工作人員不寒而栗 怎麼辦 我們要… 可是我們好像還沒有找到那個醫生耶 我們還要進去嗎 它裡面底端的地方就是在那個動物的屍體前面 後面有一個房間 進去看看 找了我吧 趕快來 好啦 趕快點… 手給我抱 嗯 對不起喔 不好意思 我們摺是因為真的受不了 不好意思 謝謝 天啊 好可怕喔 進來看有沒有 呦 是不是有人躺在那裡耶 不是 我會害怕喔 可是有人躺在那裡耶 我會害怕喔 你們到底有沒有來看過警啊 好像有人躺在那裡耶 真的啦 真的啦 這個裡面有一個人這樣側躺在那邊 快點看一下啦 小心不要踩到他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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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陰暗不明的空間中 Amy看到的是幻影 還是真有靈界朋友在等待Amy的到來呢 我剛剛看到有一個人躺在那裡耶 拜託 這裡這麼小 好可怕喔 而且他的遺棄好可怕喔 你看 這第一次是什麼地方啦 這是產房啊 你看那邊 這什麼啊 這好像是那種手術台吧 不好意思喔 手術台不是外面嗎 他們生小孩是在這裡嗎 還是嬰兒房 這應該是手術台吧 那外面那個呢 因為 你看這個 這樣子好像是就是 手是不是 不是 就是好像是腳 腳 對 可是好像怎麼那麼短 奇怪喔 所以他們生小孩就在這個地方耶 太簡單了吧 種種無法解釋的遺團 不間斷的怪異聲響和藥水味 還有可疑的幻影 Amy為了解開這些遺團 決定親自和往生的一時感應 OK 後面有聲音耶 後面有聲音耶 什麼樣的聲音 不知道好像狗狗的聲音耶 你要小心一點喔 好 你要不要開始問一些問題 好 那我現在想要拿來這裡是人板 那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音樂另外曾經有這個 唉唷 什麼聲音啊 怎麼了 我根本沒辦法問 我覺得有東西在我旁邊啦 你有問問題嗎 那童錢一直在動喔 我沒有問問題耶 我沒有問問題耶 你問什麼 我完全沒有問 而且 童錢有在動嗎 有 他動得很厲害 可是我現在 我現在那個童錢有在動嗎 有 左右搖擺 一點點 快 你可以直接問問題了 你可以直接問問題了 因為在我的右手邊一直喔 有聲音出現 那我想請問一下 林白是不是說 這邊真的那個醫生存在這裡 那如果是的話 請你往右手邊晃通 就是 炫實聲音方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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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白怎麼樣 怎麼樣 那個我看不清楚 觀眾朋友您觀察到 林白晃動的方式了嗎 那個醫生存在這裡 那如果是的話 請你往各位手邊晃通 就是 炫實聲音方向 謝謝 觀眾朋友 請仔細觀察林白晃動的方式 是不是旋轉的 有些不合常理呢 怎麼樣 那個我看不清楚 已經在搖動 左右搖擺了 現在越晃越大了 他有 好 又停了喔 他剛剛有晃就對了 剛剛有晃圓圈 好 我知道了 現在又再晃圓圈了 他在問問題喔 我們來救你喔 等一下你叫醒張 一向膽大心細的Amy 究竟遇到了什麼現象 讓她如此驚慌失措呢 讓她如此驚慌失措呢 Amy叫醒張 我們過來的 不要動喔 不要動喔 Amy叫醒張 Amy叫醒張 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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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你嚇死我了 不要哭 不要哭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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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Amy問了不得當的問題 注入了林界朋友嗎 請觀眾朋友仔細觀察 Amy身後發生的狀況 Amy身後的桌子竟然突然往前移動 這是在此往上的一屍聲 你生氣了嗎 還是有別的林界朋友在此呢 為什麼你後面桌子會突然間這樣子啊 我怎麼知道 我站在那邊 你知道 我是第一次站到 這麼完全 真的完全 暗到一個不行的地方 它是那個 產房的裡面的 在裡面的一個房間 然後那時候 他們本來製作單位說 等一下你要抱那隻狗感應 我說 我已經很害怕 你知道 會吧 我都說 可不可以不要抱狗啊 然後他說那不然你就在最裡面感應 我就說喔好吧 然後我又拿了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他會招那個 其實會招一些陰的東西過來 然後就是聽到我旁邊這個地方 好像吸吸素一直有聲音 然後我又問了很白癡的問題 我現在問說那醫生是不是在這裡 然後問完之後我自己更毛 因為我看不到他有沒有動 然後他沒有跟我講話很大 我想完了 我問了 我真的不應該問一些問題的 老師真的是像這樣子 十美股錢加上一條紅線 就具備這樣子的效果嗎 其實林百的話 他其實不一定說 光是用這個方法啦 其實很多 早期的時候 最早的時候啊 女孩子再縫一幅那個針線啊 或者是我們那個戒指 我聽過那個頭髮綁 跟什麼純銀的戒指 然後他就好像可以算什麼 你幾歲結婚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再手心 然後他就會這樣 這樣子很規律的這樣轉 很奇怪 我有玩過那種東西 朋友玩給我看 然後就是你 其實你要用手 讓他轉得那麼漂亮是很難的 可是他就是會轉 對啊 你不動他就會動 那基本上 你只要把手固定住 然後你問他任何答案 它是屬於我們在跟靈界溝通 許多方法其中的一種 謝老師特別呢 畫了五種不同的符 老師 去拿五種符 跟大家稍微說一下 我們針對這個 大家的這個所謂的愛情 那麼你的事業 然後你的身體健康 然後財運 那麼以及就是這個家庭 功課學業 對 功課方面 能夠特別的順利的話 那我們針對我們所有的觀眾 那麼來做這樣一個符 嗯 對 寫一個回遊的信封 寄到台北市虎林街兩百四十二項 六號一樓 鬼話連天 製作單位收 我們就會按照您所索取的那個項目 把這樣子的一個平安護身符 盡快地寄到您的手上 節目的最後還是讓我們來看看 精靈在節目當中有哪些的精彩的畫面 一起來對 什麼東西啊 白色的 讓我們繼續向盡 現在是一個 手部這個空間裡面 如果是的話 請你擺爐向右 就是順時針的方向 向右轉 接下來 手可以這樣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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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